泡一杯自己种的茶 做15分钟瑜伽 是环保健康主义者罗伯特·普拉 每天起床以后风雨不变的固定生活习惯 他的家叫天使窝 坐落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高山区城市陶斯 是一间采用了各种节能科技建造的房子 当我看见洗手盆 就会联想到它如何流入大海污染大自然 坐檐起行 于是我决定要做点事 首先跟银行借了一笔钱 盖了一个地下房子 和一个推动游乐场过山车的锋利发电机 然后76至80年能源危机 卡特当总统 为了鼓励使用风力和太阳能 提出了10%的省税法案 大家都一窝蜂地去研发 极致911 当我看到了恐怖袭击以后 我就知道问题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就建造了天使窝 让人知道他们可以拥有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 不需要与任何水电煤气公司挂钩 不怕任何恶劣环境 碰到了恐怖袭击 有关国家安全的事件或者是大风暴 你的家还是可以照样运作 你可以冲洗厕所 自己种粮食 自我保健 自己为汽车加油 罗伯特普拉的家结合了多样的捷径能源 其中包括了生物燃料 氢气 太阳能和风力等等 天使窝本身就像一间实验室 灵活地把环保节约 与自攻自己的概念赋予尝试和实践 在天使窝里 我们还认识了两位名叫帕克的兄弟俩 他们正在利用罗伯特在天使窝里 所提供的环境 试验和推广他们俩研发的 新一代压缩氢气作为能源的科技 我们设计再生能源系统 已经有15年的经验 我们研发的技术 可以把一般的发电机体积缩小 但发电量却是以往的三倍 非常适合一般家庭用 如果合并使用的话 甚至可以为一个小的社区提供电力 还有一般电池本身是有储存寿命的 而氢气由于它是气体 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使用限期 既清洁又安全 用来推动内燃和茶油引擎 最适合不过了 另外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生活 水是一大问题 这里的水源大部分来自雨水 每年7英寸的降雨量实在不够 不过我们收集了雨水以后 分四次过滤循环使用 所以一万加仑水的系统 一下子就变成四万了 雨水处理系统启动以后 我们可以淋浴 过滤后的水流进了灰水处理系统 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室内雨林 雨林除了提供食物和氧气以外 本身也是一个天然的过滤网 灰水经过一层处理以后 就会变为用作占一般人家 总用水量一半的冲洗厕所 而最后剩下来的黑水 会进入一个废物清洗系统 灌溉室外的植物 不过这个时候留下来 要真正处理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健康的环境需要有健康的生活来配合 现代都市里人们都过分依赖药物 罗伯特相信 只要能够提高人体内的免疫系统 我们就很自然地不需要常常看医生 天使窝里的光子机和供水器 就是针对这方面的两个设施 阿德里安·谢佛是庶民在天使窝里外 工作的实习生之一 他正在使用一部光子机来舒缓紧张的神经 这个设备连美国的宇航员也采用了 列入太空里的治疗项目 透过光子物理的刺激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灯光在我的视觉皮层上 营造了一系列和谐的几何图案 真的是妙不可言的 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饮水器 它以每分钟1000转的速度运行 形成旋风状 然后透过有记忆的水晶磁场把水净化 饮用以后你会觉得心晃神移 从三五成群想了解一下环保家居的过路人 到有兴趣投资合作的大企业 罗伯特总是来者不拒 一次又一次解释他开拓洁净能源的概念 满脑子都是点子的他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 最近他又投入了研发一种低成本的环保建筑方法 可以在两天之内把一栋房子完成 我不相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就是凭着一股傻劲造出东西来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犯了不少错误 虽然可怕但是到最后还是挺过来了 美国之音记者莫甘生 陈伯瑞 在新墨西哥州陶斯的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